擅自違法張貼我的圖像 把我的照片後製到文章上 已經嚴重影響我跟朋友的私生活 我今後踏進咖啡廳、餐廳都會有陰影 我當天晚上連遛狗都不敢出去 我總共在店面應該待了不到兩分半 他大概一分半或到兩分鐘開始才幫我點餐嘛 那這時候我就先放包包然後去拿水 然後後來我就決定看了菜單之後 跟他說我要一杯140塊的燕麥奶拿鐵 然後他就說我們店內低銷是200 我就說OK好 然後我就立刻看到有一個棉花糖餅乾是60元 他就說我們今天沒有這個 然後這位店員妹妹說的 跟這個店家後來在限制動態上PO說買完 是兩個說法啦 對那這當然是細節 後來他就跟我說還是你要點其他甜點 我就看了一下其他甜點的份量跟價錢 我覺得不是我的考量範圍內 因為我個人其實只預計在那邊待40分鐘 而且我吃完了中菜 然後我就如實跟店員說 可是我真的吃很飽 而且就是沒有人跟我分食 說還是你要外帶 然後我這時候覺得 你第一個讓我點那麼久 然後要求我200塊低銷 我也都OK成立沒有問題 那現在我真的就是有點類似說 你不想要收我這個內容客人 那現在就是 我要把把錢拿出來給你 那是我的自由嘛 對 所以我完全尊重店家可以叮叮低銷 且當下被告知 我也立即想要做出達到低銷的消費 但店家當天並未提供此餐點 那身為消費者的我 也應該有選擇是否消費的權利 我當下就直接跟他說 因為我東西放了 我水也拿了 我總不能 我覺得我轉身就走 其實是最不禮貌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跟他說 好那不好意思 就是那我這邊不消費 然後我之後也不會進來了 這樣 那我當下並未如同店家所說 惡意對待 對店員妹妹有口出惡言 或是肢體衝突 我只是跟她表達 那我今天不消費以後 也不會想要再來的意願 不店家之後呢 我針對以上發生的事情 在Google評論 具名如實的打下事情經過 並針對我個人主觀的感受 留下評論 想說讓之後 想要來此店家消費的網友們 可以以以上經驗作為參考 那接下來我看到 就是店家在Google回覆我的留言 是一比較戲虐的口吻 就是他就開始瘋狂肉搜我 然後在他公開店家帳號上 未經我的同意 然後貼出我的照片 然後我學經歷 然後甚至還有我的好友閨蜜 都一起被波及 那我那時候發現的時候 隨即在Google評論上 請她立即下架圖片 她也立刻在線動上 做出反擊說 她絕對不會下架 甚至越貼越多嘛 那三十幾片的線動貼文 然後同時發表 大量對我不利的言論 把我的照片後製到文章上 以上這些東西 觸犯到我跟朋友的個人隱私 我尊重每個人有不同的立場 但對於他擅自違法張貼我的圖像 已經嚴重影響我跟朋友的私生活 我今後踏進咖啡廳 餐廳都會有因應 我當天晚上連遛狗都不敢出去 然後也會懷疑 就是留下自己真實的心得言論 是不是錯了 你不要去做 你不要去做 那針對蝕配糾紛 我尊重每個人有不同立場 但對於他擅自違法張貼文圖像 已經嚴重影響我跟朋友的私生活 我今後踏進咖啡廳 的財品都沒有盯定 我當天晚上連遛狗都不敢出去 然後也會懷疑 就是留下自己真實的心得言論 是不是錯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